新华社莫斯科1月11日电,记者阮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瓦11日表示,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斯等官员声称,英国计划在加勒比和东南亚建军事基地的言论是独武思想写照,对相关地区稳定具有破坏性。 萨哈罗瓦在俄罗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英国官员近来多次表示,将在多个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如在加勒比和东南亚建军事基地,以期使英国在脱离欧盟后成为真正的全球参与者,这种言论是英方独武思想的写照。 萨哈罗瓦说,英国可以自主制定军事监视计划,但在部分地区政治军事局势紧张,负责任国际社会成员,农历和平解决危机的背景下,英方却声言,在第三国加强军事存在,此举带有挑衅性,并对相关地区稳定具有破坏性。 萨哈罗瓦还指出,近年来,英国动作指责他国扩张,自己却公然表示,要加强海外军事存在,可谓自相矛盾,如果英方按照上书打算确实采取行动,并对俄罗斯及其盟友构成威胁,俄方会保留,采取试弹回应措施的权利。 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防大臣威廉姆斯的话报道,英国计划在加勒比和东南亚,新建两个军事基地,东南亚基地候选地点包括新加坡和文莱。 三西人士警告说,此举或使东南亚地区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并为部分亚洲国家的关系蒙上一颖。 在此就岁零新年之际,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国家博物馆继续火热站出,主办单位研究决定。 大型展览闭幕时间为2019年3月20日,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专题展区,我们可以全力为近距离地感受人民军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在主战装备模型展台上,火箭军的先一导弹装备模型集中亮相,展示了火箭军先进的核长兼备武器装备体系,和与日俱增的远程常规精确打击能力。 核导弹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形成了全新的五大军种力量构成,火箭军是其中之一。 在2015年12月31日正式组建,火箭军的前身是第二炮兵。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成立于1966年7月1日,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议命名为第二炮兵,走过了先游战略导弹部队后,由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的发展历程。 火箭地地战略导弹部队成立很早,与我国导弹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同步。 1957年12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由炮兵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炮兵教导弹部队,为创建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培训指挥、技术干部,随后接收了从苏联领进的副二弹道导弹。 1959年7月,炮兵教导弹部队在完成培训任务后被撤销。炮兵领导机关将该大队依赢的一个发射连级专业跟队,或编为第一个地地导弹营。随后,又在一些军区,组建了地地导弹营。 1964年1月31日,地地导弹引改编为地地导弹团。当时,战略导弹部队主要使用苏职-2进程弹道导弹和国产仿制进程弹道导弹进行教学和训练。 1966年开始换装国产中进程弹道导弹。20世纪70年代初,又装备了国产中程弹道导弹,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独立兵种,效快形成了作战能力。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装备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所建许装备进程、中程、洲际弹道导弹的地地战略导弹部队,以及作战保障和技术勤务部分队。 火箭军是中国战略和力量的主体,承担着陆基战略和威慑与核反击的作战使命。战略和导弹装备是火箭军的重要基础。 长期以来,火箭军部队建设和装备发展,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阅兵市场,第二炮兵首次公开亮相,展示了东风4和东风5弹道导弹等主战装备,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作为中国第一代陆基导弹,东风4远程导弹和东风5洲际导弹都是液体燃料弹道导弹,体积大,设备多,需要在发射前加注推进器和染化剂,发射准备时间较长,快速反应能力受到较大限制。 既表明中国初步具备了远程和洲际战略打击能力,但与世界星际水平相比差距较大。 199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市场,走在地面装备方队,最后的是由三辆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车,组成的第二炮兵核导弹方队。 这是中国首次对外公开展示陆基机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从第一代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到第二代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从地下颈发射方式,到陆基机动发射方式,第二炮兵的陆基战略和威慑与核寒击作战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市场,走在地面装备方队最后的主角,仍然是第二炮兵战略和导弹方队的12辆东风31A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车。 作为东风31导弹的升级版,东风31A在射程上大大延伸,并在快速发射、综合突防、有效毁伤、信息化等作战能力上,实现了全面提升。 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性点上,东风31A和东风5B等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再次亮相,而明星首推东风5B洲际弹道导弹,阅兵解说辞指出,这是可以携在分导式多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晓宁第二炮兵,已经具备了多目标打击的作战能力,和对抗反党系统的综合突防能力。 在2017年7月,建军90周年阅兵市场,在进行东风31A导弹武器系统,再次成为亮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火箭军在陆基战略和导弹装备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战略导弹实现了藏起来、瞧起来、跑起来的目标。 战场生存、快速反击、经济打击、多目标打击和突破反党系统等综合作战能力显著提升。 从单一核导弹发展到核长兼备。 改革开放初期,第二炮兵只是装备单一的核导弹。 重点担负陆基战略和威慑与核反击作战任务。 部队规模较小。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第二炮兵武器装备,实现了从单一核导弹到核长兼备,从以液体燃料弹道导弹为主,到以固体燃料弹道导弹为主的转型发展升级。 1980年9月,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爆发战争。 在两一战争后期,双方发动导弹袭习城战,伊朗使用严禁的飞毛腿战术弹道导弹,直接攻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而伊拉克则在西方国家帮助下,对飞毛腿导弹,加以改进和增程后,用于攻击伊朗首都的黑兰。 大规模的导弹战,终于迫使战争双方,回到了谈判桌上。 1991年的海外战争中,面对多国部队强大的空中攻势和电磁攻击,伊拉克丧失致空拳后,陷入被动买打的境地。 但伊军战争中,先后发射88枚战术弹道导弹,对以色列、沙克阿拉伯、卡塔尔等境内的目标,进行远程打击。 其中2日25日的一枚导弹,落在在赫兰机场附近的美军营地里。 当场炸死28名,炸伤100多名美国大兵。 这是整个海湾战争期间,美军最大的一次战场伤亡。 仰义战争和海湾战争,让飞毛腿导弹,明亮天下。 20世纪80年代中西中国航天导弹工业部门,开始立项研制战术弹道导弹。 在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市场。 第二炮兵,展示了两种新型常规导弹,东风11和东风15进程战术弹道导弹。 首次向全世界公开展示了常规精确打击能力。 也开启了第二炮兵,从单一和导弹装备向射程衔接的和长尖被导弹装备体系的转型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空军刚刚开始换装引进第三代战斗机,初27。 空中作战装备的整体水平,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反差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炮兵战术弹道导弹成为重要的远程精确打击主战装备。 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市场。 在进行东风15A和东风11A等新型进程战术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再次亮相。 东风21C和长尖被中程弹道导弹也供它亮相。 充分展示了第二炮兵的中进程精确打击作战能力。 这几种新型弹道导弹在反应能力、命中精度、突防能力、毁伤能力等战术技术指标上都有显著提升。 在2015年93胜利日月兵中,新一代的东风16中进程弹道导弹,东风26和东风21B中成弹道导弹公开亮相。 不仅大大延伸了陆基精确打击的射程范围,而且形成了打击大型海上移动目标的作战能力。 表明中国在弹道导弹技术创新发展上,都在了世界前列并形成特色。 从弹道导弹,发展到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在飞行弹道和弹体结构上有明显不同。 弹道导弹靠火箭发动机提供动力,在初始段进行有动力飞行,火箭关机后进行无动力端性飞行。 到达弹道最高点后,在地球引力作用向自由下落,再入大气层打击目标。 传统弹道导弹的飞行弹道,通常为抛物线自由弱体弹道。 洲际弹道导弹,则普遍采用末端,再入机动式弹头。 巡航导弹则在大气层内,进行全程可控制有动力飞行。 通常使用小型化波扇发动机或冲压发动机等吸气式发动机,导弹指挟带推进剂,与空气中的氧气结合燃烧产生推力以克服飞行阻力。 靠弹力结构产生启动升力以克服自身的重力,保持等高度等速度的巡航飞行状态。 正是由于飞行弹道不同,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各有特点。 弹道导弹突破大气层的束缚,可以实现远程快速打击。 即使是上万公里的周界射程,也只需要飞行半小时左右,而且具有较高的突防能力。 巡航导弹则主要利用低空飞行,弹道规划,地形跟踪,防御规避,衍生接触等综合手段,也可以具备较好的低空突防能力。 但飞行速度较慢,打击上千公里外的目标,需要飞行于两个小时。 巡航导弹通过采用惯性制导地形匹配制导卫星导航行像匹配制导等多种复合制导方式,可以实现对中远程地面固定目标的高精度命中。 原概率误差为拟极。 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军除了动用强大的空中作战力量,进行高强度空袭,还在战争初期,从美国本土出动B-52H战略轰炸机发射35枚ADM-86C空射巡航导弹, 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发射288枚BGM-109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拉克地面目标,进行远程境界打击。 海湾战争让世人再次领略了巡航导弹的威力。 这些年来,美国海军累计发射20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拉克、南联盟、苏丹、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境内的目标。 中国航天导弹工业部门展开巡航导弹的技术攻关,先后突破了小型涡扇发动机等关键技术,研制生产了先进的巡航导弹。 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上,第二炮兵长舰,副石陆基巡航导弹,首次公开展示。 战术技术指标和整体作战能力,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之称,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在新时代,火箭军正按照核长兼备,全力设战的战略要求。 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坚确打击力量建设。 增强战略日衡能力,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梯,维护和平是我们的崇高责任,记忆2018年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军队。 新华社记者梅士雄,从国际维和到远海护航,从远远连续到反恐未稳。 2018年,中国军队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频频亮相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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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